同学们,大家好,欢迎大家来到网络孔子课堂。 这节课,老师将为大家讲解汉语水平考试六级的选词填空题, 希望对同学们的汉语学习有所帮助。 好,首先我们来带着问题,把这个题读一遍,了解它的大致内容。 请跟老师一起来读。 一个企业要想在竞争中屹立不倒,最终取决于其整体。 什么,什么是其产品质量,好的广告创意,什么可以提升品牌的美誉度。 但产品的真实质量究竟才是根本问题。 这两句话,讲了企业的,讲了企业竞争的核心。 共有四个孔,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孔。 来看他们的意思。 能力意思是能担任某项工作的才干。 能担任某项工作的才干,常用于个体的单位。 常用于单个的,单个的。 比如,他的写作能力很强。 他特别会写作,写作能力很强。 第二个,效果。 效果的意思是,由于某种力量、做法或因素而产生的结果。 效果,效果,多指好的。 好的效果。 队伍。 队伍的意思是,军队或者是有组织的集体。 军队,有组织的集体,叫做队伍。 实力。 实力,实力指的是,实在的力量或能力。 实在的力量或能力。 可以用于个体,也可以用于整体。 根据提议,一个企业要想在竞争中不失败。 决定因素是这个企业的整体能力。 这个企业的整体能力。 所以,第一个空中应该填入实力。 填入实力。 一个企业要想在竞争中屹立不倒, 最终取决于其整体实力。 什么? 是其产品质量。 A,更加。 D,或许。 C,历来。 D,尤其。 更加。 表示,更好。 在程度上又加深了一层, 或者在数量上又进了一步。 更加。 可以说, 可以用于增加或者减少。 第二个,或许。 第二个,或许。 或许是可能的意思。 历来。 历来的意思是从来一向,从来一向。 他历来如此不爱说话,从来一向。 第四个,尤其。 尤其表示,在同类事情中,或在整体中特别突出。 尤其表示,在同类事情中,或者在整体中特别突出。 根据提议,第二个空,我们应该填入尤其。 一个企业最重要的是它的产品质量。 所以,选择第四个,尤其。 尤其是其产品质量。 好的广告创意。 A. 假使。 B. 虽然。 C. 反而。 D. 固然。 假使的意思是,表示假设关系的连词。 表示假设关系的连词。 意思和如果一样。 假使就是如果。 常常和旧搭配使用。 假使什么什么,旧什么什么。 虽然,虽然表示转折关系。 虽然表示转折关系。 表示承认A事情为事实。 但B事情不因为A事情而不成立。 虽然常常和,但是,可是搭配使用。 虽然,但是。 反而。 反而是个副词。 表示跟上文所说的内容相反,或者出乎意料。 第四个,固然。 固然,固然它有两个意思。 第一个意思是,表示转折关系。 和虽然意思一样。 固然第一个意思相当于虽然。 第二个意思,表示承认假事实,也不否认已事实。 来举个例子。 意见对,固然应该接受,就是不对,也可以作为参考。 承认假事实,也不否认已事实。 再来看题目。 根据提议,虽然好的广告创意可以提升品牌的美誉度,但最根本的还是产品质量。 虽然,虽然好的广告创意可以提升品牌的美誉度,但最根本的还是产品质量。 所以,第三个控则中应该填入固然。 固然。 肯定了广告创意的有用性,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产品质量。 好的广告创意,固然可以提升产品的美誉度,但产品的真实质量究竟? A. 怎样? B. 什么? C. 怎么? D. 如何? 怎样的意思是? 怎么样? 怎么样? 常用来形容,常用来询问性质、状况或者方式的。 什么? 常用来询问人或事物。 这是什么? 这是面包。 怎么? 怎么用于询问方式或原因? 怎么用于询问方式或原因? A. 如何? 如何的意思和怎样相同? 多用于书面语。 根据提议,根本问题是产品的质量是什么性质的? 是产品好还是产品不好? 从语义上来看,怎样和如何都可以。 但是,如何用于比较正式的场合。 用于书面语。 所以,根据这段话的整体语气,我们可以选择如何。 选择如何。 所以,综合以上四项,这道题,我们应该选择D。 选择D。 再来一起读一遍。 一个企业,一个企业要想在竞争中,屹立不倒,最终取决于其整体实力,尤其是其产品质量。 好的广告创意,固然可以提升品牌的美誉度。 但,产品的真实质量究竟如何,才是根本问题。 好,课下请同学们把这两句话多读几遍。 把容易弄混的词语记住它们的区别和搭配。 好了同学们,咱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。 下课。